我是 我上一碗查是二號 二號是金水 昨晚九號 被殺傷了 辭村是九號台區 我跳身分吧 我銀牌 銀水是七號 我主要還沒用 然後我覺得這一把 可能從 五六吧 可能五六 給金水貴就好了 不然你金水等下貴不跳 反正我等一下就被倒了吧 對 算了 我不要鬧 我讀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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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不要 我怕狼人穿我的身分 我讀用了 我讀用了 我就讀九號 我讀錯了 現在如果十號是真的女巫 然後七號是她的銀水的話 狼可能就是在五六沒錯 但是有那麼簡單嗎 就是十號跳女巫出來 然後她本來說她沒有用毒 然後突然又說 她用了毒 是不是怕下一晚沒有要證實 她是女巫這件事情 所以我讓我覺得 又對十號有一點點問號 但是 就是兩面嘛 就是看她到底是不是女巫 然後如果她是女巫的話 狼可能就在 五六我覺得沒什麼問題 我前面她跳女巫的時候 我是滿信的 然後 可是後來她又說 我讀了 讀用了 讀九 然後 我就覺得妳會不會是 石像鬼 妳第一晚查到 九號是女巫 然後起床發現 九號 這個真女巫 被妳的狼隊友刀掉了 所以妳可以完美的起跳 一個女巫牌的什麼 然後後來想一想 我其實沒有毒可以用 就我就 對十號這個女巫 有一點存疑 我前面是一個 超級被主攻的人喔 從七到八 都一直在攻擊我這張牌 六號牌不好 但九在那時候突然 就是 她是唯一說我好的喔 她是唯一 在這一邊說我好的那個人 所以我就覺得 因為我知道我是好人 那她是狼隊 她突然要說我好幹嘛 難道她要玩道工嗎 還是 她就是真的看得出我的好 所以後來想一想 會不會九號真的是女巫 然後說不定我才是 她的飲水 所以她才想說 她要力往狂瀾這樣子 就是 在一波被反對的聲浪中 她是我的飲水 我要幫她講話 的那種感覺 所以 就像妳剛剛講的故事 我就整個連起來了 會不會 她就是十號知道 九號是女巫的身分 所以她才起床 跳了這個東西 大連起來 所以我就覺得 我的天啊